一切从零开始,随着导师及更多力量的支持,还有越来越多社区建设者的加入,服装、置箱、民宿等板块相继成立。 服装板块 由最初的艺人设计、打板、制作、经由学习培训,在本地成长为三人工作小组。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件件美丽雅致的送服被制作出来,现已做出50个版型、500多件衣服,也被同学们美美地穿起来。 反扑归真,从一物一石,一件衣服开始。 智箱板块 由五人研发小组组成,感恩导师和钥匙的慈悲传授相方。 经由近百次的测试,逐步可以达到量产的程度。 与此同时,工作坊的建设也在同步完善起来。 接下来准备正式出品纯天然、高能量的箱类产品。 满足大家用箱需求的同时,也可以更好地疗愈身体。 敬请期待 民宿板块 默默吧,苦素、静默、美丽。 关于它如何与大家见面,工作小组几经商讨。 设计装修方面也在一步步地变更、完善。 逐步打造成为极植物能量进修。 宋文化商业旅游、陈建市落地生活体验、山区特色膳食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宋代落地生活体验民宿。 餐食 公约社区的同学们日常可以享用到生活小组提供的,满怀爱心制作的各种美食佳肴。 来自各地同学们的爱心特产也经常出现在餐厨上。 公约社区的同学们还耕种了一片菜地,各类蔬菜长得很是肥硕。 日常可以满足我们一部分的蔬菜需求。 这一片是新栽种的。 还有一片草莓,因为下雪覆盖了地膜,期待今年的草莓自由。 日常饮食很是丰盛。 文化学习 弥勒公约社区定位为宋文化公约社区。 我们日常开展各类宋文化学习活动,如瓷器、礼仪、染布、送服、送饰美食、诗词鉴赏、 画作赏西等各类文化学习活动有序开展。 我们日常活动,读书会每周一期,是灵魂与思想共同洗礼、碰撞、进步的时刻。 各类节日活动更是仪式感满满,中秋节,春节,情人节,元宵节。 每位同学的生日都认真对待,活在当下,享受当下。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或背起竹篓上山采药,或在庭院里喝茶,烧烤。 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当然要尽情地出去踏雪啦。 日常喜乐自在。 老师有讲过嘛,说公约社区需要建设嘛,那我就觉得,那需要建设的话,我觉得我一定要参与其中嘛,我一定,我就报了名,报了名。 那时候我就决定要卖房子,然后去公约社区做建设,然后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地已经拿好了,公约社区也都建得差不多了,我不知道地还没有拿,还没有建设嘛。 其实当时,我的心里一听那个地还没有拿,我就觉得,就像一个,什么就是心理落差还是蛮大的,就像,啪嗒一下掉地的那种感觉。 后来我一想,我既然就是要跟着我们导师,我就应该要相信我们导师,相信内在导师,所以说,我还是决定卖房子,决定要过来做建设。 都是我说了算,因为在体体,以前在单位上嘛,反正都是自己干过自己的嘛,都没人说嘛。 现在还是成长了一些,真的,这次心静了,不对着干了,因为现在,同学们都挺关心我的嘛,反正有什么不对的,他们都会给我提意见。 因为大家都敞开了嘛,对方也给我敞开了,我也给对方敞开了,就对了是,一切都不敞开。 感觉会,大家会更当下了一些,然后呢,他的生活节奏会不一样。 之前来的时候,可能我们身上还沾了之前工作的习气,就是想快点把这个事情做好,快点把工业社推荐好,快点把这个香年发放,快点把这个东西推向市场。 所以我们就会非常的忙碌,然后现在的话呢,大家就会比较享受这个当下的生活,然后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会聊聊天啊,说说自己的感受啊,自己的未来期望啊,包括在做活动的时候,大家会把自己的内心啊,还有在当下的喜悦,觉得越活越像个孩子。 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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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是, Jon – 。 嗯,嗯,嗯。就是,下一轻三五岁的小朋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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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希望在未来吧 我们同学之间 能够越来越融洽 越来越和谐 能够心中的爱越来越多 就是从语言 从行为 一点一滴 全部是爱 大家都能够自在感受到彼此的爱 在爱里 那种生活 大家相互的给予 相互的给予 相互的帮助 就像最亲最亲的亲人一样 相处在一起 我们在一乐 幸福快乐 期待更多的同学 参与 共建 同学